Dole I was dancing Dole 你看他還彈到Dole major 7 Dole 7 發和弦 在Dole la reso 你看 他這樣收穫很大 你看他彈完這首歌 他低點他拍子已經會打了 花枝的拍子可以打 然後和弦進去他也背起來 Dole major 7 Dole 7 今早發要背起來四小節過去 再Dole la reso 這就是收穫了 好了我們再講一遍 所以你看他 他最重要這首歌 他練完之後 我常常講事實上你當你會一首歌的話 你會一首歌你等於說會一百首歌的意思是一樣 那像剛剛那個Walking in the air 那個 就是一種 你只要會彈那個 就是十度的 九度十度會彈 那道理是一樣的對不對 但是他是絕對沒有像這個 像這個 像這個剛剛講的田那些花枝這麼好 田那些花枝 他的公式很漂亮 那個 那個Walking in the air 是在副歌的時候 那樂理蠻深的 所以你們暫時不要你 就是假如說你對彈琴有興趣 或是一般對這個New Age很有興趣 一聽到New Age就 就啊我來學琴 我就是要學這個 我以前碰到一個同學 他有一天來 他說老師拿個手機給我聽 他說我就是因為 聽了這首歌我要來上課 然後我就聽 他把耳機放在我旁邊 耳朵上面再聽 事實上這首歌我還沒有 我也沒聽過 然後我就回家再聽一下 Walking in the air 原來是還這麼紅對不對 然後你看他就是為了一首歌來練 來學琴 很多人是這樣子 就喜歡這首歌來學 所以很多人以為彈琴對不對 就是要學 就是要彈這種東西這樣子 一般人的話可能都不知道 原來彈琴還要唱歌啊 他們一般人可能不太清楚 彈琴就彈琴嘛 彈琴還是唱什麼歌 事實上啊 彈琴本來是 我是建議真的要唱唱歌 不要愉快一點 而且 而且你只有一台琴的話 你這邊 你這邊一直苦彈這個音的話 你覺得根本 根本就不能滿足你了 等到以後你們那個 像你們只要彈過琴 唱過歌的人對不對 你說像David這種 你就要只彈琴的話 他絕對不會滿足他的 因為 他彈的琴 一邊彈琴 他一邊再加上唱歌對不對 因為唱歌的時候 你等於說 琴的話 就等於幫你打節奏 那感覺又不一樣 很豐滿 對不對 你如果只彈琴的話 右手就是旋律 你這個和弦共鳴就沒有了 就差很多 所以當然是我是建議 彈琴兼唱歌是最棒的這樣 好了 像我們再解釋一遍 Do Do major 7 Do major 7 Do major 7 這是一個公式 那很多人不知道這怎麼彈對不對 Do什麼Do major 7 那你不會都沒有關係 你就彈 你就右手就彈這個 就全部都彈Do和弦 然後交給右手再彈 Do major 7 Do major 7 這常用的公式 Do major 7 Do major 7 進到Fa 這很好聽 然後再Do la re Do La Re So 所以你學完這首歌的話 你已經彈了兩個公式 對不對 我說你這一輩子彈十個公式 你就很了不起 十個 然後像副歌 副歌是 Do Do Mi7 Fa So Do Mi Fa So 那也是一個公式 很重要的公式 就跟Do la reso一樣 它是Do Mi Fa So 然後再來後來就Do so Do la reso 就這些 所以說這首歌 實際上只有三個公式 你要背起來 Do Mi7 主要Mi Mi大和弦 Seven Mi minor是這個樣子 大和弦 你也可以 只不過是Mi 太和諧了 懂嗎 Do la reso 就是 你加一個 那個用Seven的話 感覺那個味道 更是刺激一點 更明顯一點 所以是 你如果Do Mi Fa So也可以 Do Mi大和弦 在Fa So 上一個 這首歌 和弦 很容易 很容易 然後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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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B 跟大家 證受C-Rae 所以在有些东西 有些什么乐理或者感觉 你就是用一首歌 你就仔细去弹它 慢慢理解它 这样我假如说 那你说奇怪 为什么这个和弦这样填法呢 那你就慢慢体会到 编得很好 那就至于说 你为什么说这个 一定要这样填 我不是跟你讲吗 那其实很多种 就跟写文章一样 你可以用很多种填法 很多种就是和弦排列法去弄它 但是呢 就是 就好比写 我一直常常把它 比如说写文章嘛 对不对 那你就是 Domifaso 这是公式 人家一直一路坐下 真的很好听 你背起来 就好比成语一样 简单吧 你把它想成成语就对了 你就这首曲子 你练了几个成语 一个Domifaso 一个Domifaso 第三个是Domifaso 你把它背起来 然后呢 你就再体会嘛 你好听嘛 你就把它背起来就对了 你如果不背起来 一般你如果跟人家做这个Bass 有人跟你匹配 那他们吃亏的就是他们没有背和弦 他们没有背 那重点是 就等于说每次都要看谱 那就是表示功力不够 平常 简单讲就是文法背 书背的不够多都对了 那还有我上次已经讲过了 就是学英文啊 你要把英文学好 那个其实这些都是大咖讲的话呢 他们都在美国 然后他说去美国之后呢 他们有些是在国内 就已经把英文学得很好 他们学英文 英文的话 就是学好的最重要的方法 就他们都不通 不约而同都是讲背 背 就是每天早上 他们去那个到公园里面 背一篇文章 一直背他 然后比如说像他们儿子 他们先到美国嘛 然后儿子再到美国 刚刚过来的时候 可能英文也不行 他就叫他儿子 也是这种方法 每天去背文章就对了 去背他 久了以后 时间一年两年下来 我发现就进步很多了 就是背他就对 就好比这首歌 对吧 对不对 你懂米发售 很好听 就背起来就对了 嗯 后面都一样 读到底怎么 所以你们在练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一直背它一直背它 然后不要看谱懂不懂 你开始一定要看谱 对 开始眼睛盯着谱看 看看看看 然后你盯着谱看可以谈得出来 可是呢 我跟你讲这个你没有用懂不意思 你就算你会谈 你只是不过应付 有谱你把他应付过去 你会谈 实际上你背起来跟你看着谱谈这样 感觉不一样 绝对不一样 就跟背文章一样 你看着文章这样一直念的 你当然没有问题 可是你背起来就不一样 你会体会到 那你会 然后就把和弦要背起来 所以我常常要叫你们背和弦 就是你在弹的时候你把和弦背起来 所以歌曲不要急也不要练太多懂不 你练几首好的歌曲 然后把旋律背起来 然后和弦背起来 在背的时候你就慢慢去体会它 为什么这样弹 为什么这样弹 为什么是这样子 在那个自己去体会这样子 好吧 所以绝对不要急 也不要说你不会弹 就好比说这个莉莉说这个 B段不太顺对不对 那个也无所谓了 但是你不顺的时候 你一直弹 就刚刚我今天讲了很多对不对 你把它弹 弹完以后 和弦先把和弦背起来这样子 然后慢慢弹顺 要背要背 你就算你不弹顺 你应付过来 就看着谱这样 可以出来也是没有用的 就是你愿一首歌不要多 你不需要多这样子 我常常讲 钢琴跟别的乐器不一样 你会一首歌 你真的通了 你等于说就会一百首歌 对 然后你每次练琴的时候 你要抓住那个窍门 就是说三个样东西 曲式 曲式就是你要分析一下 把文章大概 A段B段分析出来 谱写好四段 四小节四小节这样写 那很多我看 很多同学都这样 都不看了 就原来的谱的 就下载以后 然后人家或者买的谱 也是一样 他也不去分析曲式 就看着谱 谱的话就是上面有什么 行妞啊 扣搭 一方二方啊这样的 那个没有用啊 那个你就是 所以那个都养成盯着谱看的 没有用啊 一定要你自己写前奏 你要把前奏写完 A段B段分析出来 然后这首歌是ABA 或者上次有讲过 ABC这样的 这些道理搞懂了 然后要用四小节四小节写 写出来了 然后段式分清楚 我记得那个 我上次不是跟你讲的 像香港那个Gloria 他是做很确实的在做这个事情 他每次弹这个歌的时候 他自己会把它整理一下 ABC 照理说是你们那个像 像莉莉那天还问我 什么叫做趋势什么 那普通常有的时候 它是什么和弦也没有的 你不管它 你就把它取是 这个前奏分析一下 前奏大概前奏 其实不是很重要 你就把A段 A段A' B段A' ABA分出来 然后再把和弦填上去 旋律写上去 那四小节 你把它写出来 这也是你的 你就把它当做功课 我觉得这个功课 比你弹琴还重要 因为你们现在弹的话是 是一定是不太顺 但是弦辅应该没有问题 那弦辅我觉得现在 在现阶段对你们来讲 是更重要 更重要 比弹琴还要重要 那你 我觉得这个歌就交给莉莉好了 因为你上次有问过 什么叫做这个什么 什么曲式啊 你对这 你把它写出来 写出来 你就把它当做功课一样 我甚至于觉得 我刚才不讲嘛 比功课比弹琴还要重要 你就把它写出来 写出来 然后四小节四小节 然后曲式分析完 然后你就把它丢出来嘛 把它写成图档 你或者你用写文字档 都没有关系 用把它写出来 写出来的时候 甚至于寄信给我 寄给我嘛 那你可能图档 你如果不会用图 不会变图档 你就用文字写出来 把它写出来 然后到我这边 我当然可以把它转成图档 因为这个软体 它只能 只会接受 文字档也可以 但是 那种图档更好 就是你用 你不管用什么东西 或者你 你用笔操的也可以 对不对 用那个 就是一般的A4 那个纸写出来 然后你把它写完以后 用Python拍照 Python那个JPG啊 那个图档 寄给我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到时候上课 我再解释一下 其实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现阶段 这个比你弹琴还要重要 对对对 你比 那你就交上来 没有关系 你写完之后 对不对 你写完之后 对不对 你写完 你只弹A段 没有关系 我不是讲嘛 那个写谱啊 现阶段啊 现阶段对你来讲 写谱比弹琴还要重要 还要重要 你可能B段弹不熟 没有关系啊 根本不重要 你反而写谱最重要 写谱你把这A段 A'B段 然后再来A' 所以这种时候 AABA嘛 然后写给我 然后你可能开始写的时候 你可能搞不清楚 什么叫做A A A AABA对不对 你写完之后 然后我来修改 一次两次三次 你就OK的 就了解 一定要自己写 官司讲没有用 你一定要自己写 写完之后 丢上来给我看一下 然后我再告诉你 然后你写一次两次错三次 你就慢慢对了 开玩笑 那时候你就 你功力 你的功力会比别人强 比那个每天就是苦K K弹琴 那个反而那个效果没有写谱 开始写谱很重要 那观念很重要 所以然后你 我不是讲吗 每次练一首歌的话 三样东西最重要的 一个曲式 你会写谱 这曲式慢慢就知道了 然后呢 就是曲式嘛 对 然后再来和弦进行 对不对 我们练琴半天 练了半天了 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 不管你程度多好 你最后还是掌握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 就是那个和弦进行 还有节奏 那和弦进行 就是刚刚讲的 比如说你这个写完之后 Dol Dol major 7 Dol 7 进到发 在A 就是Dol la resso 对不对 这算是 一一一八 等于八小节嘛 A prime 然后再来 不是A段 A prime是 Dol major 7 Dol 7发 然后再来 Dol so Dol 然后进入 这就是B 就是A prime 然后进到B段 B段就今天叫做 Dol mi far Sol Dol la resso 这就是B段 然后要写成Dol Mi 7 这样大和弦 然后A A A B A A prime 后面又是一样 对对对 把它写出来 对 这非常非常重要 以现阶段来讲 绝对比弹琴还要重要